各位你好,我是Lidia 今天我和大家看一本书 给大家一本书 和责要和回顾 这本书叫做不吃糖的理由 想引疾病和糖的故事 其实直译是反对糖的案例 我用了台湾版 这是由2016年 Gary Toff 写的关于糖的故事 希望这个责要令大家 反思不要再吃精济糖 而是吃借糖、片糖、冰糖、蜜糖 这些真正天然的糖 好,现在开始 很明显 糖在巧克力、飲料、糖果里面 但是 大家会不会知道 我们的酸奶、薯条、醬料 冷冻的晚餐 甚至寿司里面都有 事实上 糖以前曾经是国王的奢侈品 现在就变成了美国饮食的主食 无论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糖是怎样变成这么普遍的呢 这对我们的健康意味是什么呢 令到我们要更深入看看 糖是怎样影响我们大部分的饮食 从起源于太平洋倒序 到现在成为行业的前院和中心 糖是我们大多数人没有完全意识的方式 控制了我们的健康和生活 这本书有三个总页 第一,提炼甜菜是怎样永远影响糖的供应 第二,并不是所有卡路里都是平等的 第三,一些最致命的疾病是怎样和糖有关 按例一,不吃糖的理由 糖并不是总是我们食物中的主要天打剂 而且使用得更少更好 糖的历史是跨越了几千年 对于生机内价的当地人来说 他们种植甘植是用于农业的 其实甘植在中国神龙本草经里面是一种药材 叫做石物 以后我会和大家说这种石物是一种药材 是可以吃 对身体好 是护胃的 接着我现在继续讲这本书了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种植甘植是生产糖的唯一手段 尽管它很昂贵 由于这种作物只能够在热大气候生长 因此出口一种复杂而昂贵的作物 因此这个糖就会变成了奢侈的地位象征 这个是当时只有富有的精英才担负担得起 事实上糖甚至是作为礼物送给西班牙国王 和珍珠和珠宝一样这么宝贵 但是很快多亏了甜菜 因为就会有更实惠的糖去供应 甜菜是几乎在任何气候都可以生长 一旦提炼了就很容易很简单 去成为了不再难以恶得的主要成份糖 加上工业革命的蒸汽影响了糖的存在 像现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面糖厂 可以在一日之内生产和一百二零年 需要十年之生产的相当数量的糖 精制糖现在是令到生产和销售甜垃圾食品和糖果更加的容易 这些食品和糖果和今天市场上仍然存在的种类一样 和糖不再是放在茶或者咖啡里面的添加剂 那有些新的生产方法 冰淇淋、梳打水 那就可以大批的生产降低成本 此外在白面包里面都会加些糖 是令到影响一些味道 一种精制糖发展的产品叫做可口可乐 在1885年发明 它声称是一个老补品 多年后 当天加剂的糖 随时有的时候 它现在成为梳打水销售 并迅足成为市场上最受欢迎的饮品 那这是第一部分 我会有五部分再继续讲这本书 希望大家听完之后 好好选择 借糖、甜糖、冰糖和蜜糖吃 不要尽量减少吃精制糖 多谢 拜拜